是 小姐 大妮 小姐 承岸波送来一封信 对不起 承岸波送来一封信 哦 我看肯定是情说 不许看 坐下 陪你爹打牌重要 还是看情书重要啊 是啊 打完这把 再看 来 爹 让我看一眼 咱们先停一下 我不是你爹啊 赌场吴父子 出牌 爸 爹 看一下嘛 我也想学一学 才子写情书 你还写情书 哪家姑娘能看上你啊 姐 该你出牌了 对 出牌 哎呀 你快点你快点 你快点念给我听 这可是情书啊 去 给小姐倒杯水去 不去 爹还剩两张 你还有七张 你要是赢了呢 爹就把这封信给你 出牌吧 一张 十 管不上吧 出 出 三四五六七八九 不玩了 不玩了 爹 谢 不玩了 这头书 怎么还收不起了 这儿 野有曼草 凌露 这什么字啊 我知道 这是野有曼草 凌露嚷嚷 凌露嚷嚷 哎 夫人 它这什么意思呀 野草漫漫连成片 草上露珠亮闪闪 三四五六七 亮闪闪 还有一句啊 有美艺人 宛如青阳 宛如青阳 哎呀 就是说 解个谢宛玉一样漂亮 不可能 你姐不比她漂亮多了 就是 解厚相遇 我明白了 是让她解开以后子 谢后相遇 与子协葬 这分明是藏 这就是藏 这就是藏啊 子协藏 这是在说 陈安伯要跟你私奔 然后找个地方 藏起来 胡说什么呢 胡说八道 我也才不会写这么粗粗的东西呢 藏起来 这宛如青阳肯定跟谢宛玉没关系 是吗 这不可能 就是要藏起来 不可能这么写 姐姐 就是要藏起来 姐姐 我说都没错 这首诗我学过 那你说说 这前两句的意思是 郊野漫草如荫 露珠苛苛精盈 有位漂亮姑娘 眉目完美多情 说的就是姐姐你了 真是够肉麻的 最后那个 他们一起藏起来那句呢 那不是藏 是藏 我就说是藏 藏 这两句的意思是 今日有缘喜悦 愿今生与姐姐携手同行 小春子你行啊 小姐 何这是承安伯 在这儿给你表白呢 哎呀 真有学问的人 谈情说 真麻烦啊 就是这么复杂 分明是故意刁难我 我找他算账去 不玩了 真的不玩了 再陪你爹玩两把呀 贵你 我对不起来啊 来 伯爷不在府中 来这儿干什么 小心啊 华华 我听杜九说 你正在与国公打牌 我一时闷得慌 那便来此处放风筝 风筝 哥哥 这就是你做的风筝 本是想亲手做 可奈何这风筝 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 好了 顺子 你可知 只要在这风筝上 写上你对亲人想说的话 再把风筝放到天上 在天上的亲人 便能听得到了 真的吗 顺子 想解什么呀 顺子 你知道吗 以前的人说呀 只要是一起放过风筝的人 就好像被这风筝 线系在一起 这辈子啊 都不会分开了 真的吗 嗯